大附給這個申請人 我想說請請方位確認 因為我們這個提的是一個挖掘的一個原則 那我們文資會是針對這原則 統統一致於可不可以挖掘這個行為 還是在於所有權人跟那個申請人之間的權責 那應該不會涉及在這個會議幫他們做這個決定 好 所以說考量 包括古蹟的破壞性還有古蹟周邊的維護管理 文化局主導上來 這個在古蹟挖 挖拔挖 從華島開始 在基隆大部分 等於挖了一大部分 就是有一點點好像傳說 他就來挖 所以如果不是探測為止 而是你有沒有真正的歷史證據 如果說你達到歷史的證據 確實離開了 我們再來打 並不正正的歷史 否則的話 每個古蹟區 我們都來申請 那申請的地址同一套都可以挖 你這個不適合 基本上你應該是 也有個確確的意思 我們古蹟教授 基本上 古蹟的文獻資料 如果你要去衝突 我才能再進行 你根本連那個都沒有 我怎麼能同意 做這個 挖到比賽 好 能藥土 跟衛生物 證明 可不可以挖石 跟火房 跟文件 想要去同意 想要去怎麼樣 那普蹟挖的部分 他大概 因為他 因為先年不再探過了 他說有 但是先年就沒見 光不再去了 至於現場 大概就區分兩部分 一個是專探 一個是 爵發 就是挖掘 那 再來這兩部分 那專探這部分 當然就是五天為原則 就是 就是因為他先前有先探查 所以你大概覺得有 所以你大概就覺得 大概可以同他專專 那專大概也是幾個種 三種 那三種 所以這個在這裡講 那原則上我覺得應該可以的 就是因為專比較單純 這個在區域的原則部分 現在都是公司的 那如果確定他在進行挖的 大概比如說二十年 那二十年當然因為 挖的部分全都在補給本子之外 大概是在區域下左右 那他帶有幾量避開你的所謂根部等等 那當有些這樣的現場也難過 大概都是就是做必要的調整 那裡面涉及到 大概就是跟土地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涉及到的是環境的一些保護 還有復原 但是很多人會 因為他有大概一百萬的 所值的壓力 所以涉及到這個數目 大概就從那些系列 那另外的修程期間 主要是提到的是那個叫做 叫做在地有圓圓的部分 所以大概會涉及到噪音 那個塵突揮揚等等 還有洞線等等 這個大概就算 一定要做好這個地道的保護 然後一定要在這裏 大概也有所謂 所以大概也有所謂 就是在看待的意見 好 還有其他意見 好 還有其他意見 對 已經在其他意見的 這樣子的建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把一些建材 也會放在這個集園中邊 或者說這個地方 他曾經有多珍宅建或是什麼 所以它也會有之前的一些去編集 所以如果說真的要專攤或者是甚至真的會解花手 希望說平常是也有人可以監督 然後看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同期 而不是說他發解完以後他可能只要他有這個包藏的部分 那同期他如果是接近私事跟介入相關的聚職手 也應該加以原型然後進入會的保護 我們是不是根據今天委員意見同意這樣一個原則 若可以的話我們就通過謝謝 審議案發案案由南港區昴陽街185號建務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案由南港區昴陽街185號建務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提及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 有機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 辦理行行一 本案建物位於南港區培養基185號 對策為歷史建築受傷良好所創宿塞 可建物登記建號為南港區 玉城段四小段1962建號 住入南港區玉城段四小段2941號 土地及建物所有全屬國有 全管單位為衛生福利部 胸腔命運 此為本市的電色建物 地形地體圖想復建一 行照圖想復建二 第三至四頁 現況照片想復建三 第五至七頁 雖然畢業於106年1月12日 還請本局確認建物是否具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 本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 把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議的程序 二本局106年3月23日 邀請李前郎委員當委員昆政 黃委員施捐由淑英委員 理部會委員 組成本案專案小組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 會刊結論 一本案建物經專案小組 現場勘察評估 出入判定具文化資產 歷史建築的價值 二請文化局續一 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組織準則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將本案專案小組會刊意見及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續送台北市網上審議 文化會審議 三專案小組 有意見在要之下 一建物對面為 送案療養所所掌宿舍 出評估英文附屬宿舍 可能位於昭和初年 約1930年代中期興建 建物形貌大致完整 後期因分布使用 至內部隔間重整或增建 為日式官設架構尚存 二本建物主入口為陽峰 半位朝北 居中東邊為應接市 有突出窗 入口雨批墨柱 略聚article風格 廚房保有魔獅子流禮台 建物風格曾流行 一兆頭年代 四其他補充資料文化資產價值補 評估報告請委員 向委員祥附件六 第13至18頁 此為建物地形地極圖 建物的門牌為 規長街地方5號 建物及訂組土地 衛星 委員祥餐 此為該建物的航照圖 藍色框鏈為建物的範圍 紅線則為此注入地號之範圍 此為該建物的現況照片 及其相對位置 此為建物入口具article風格木柱 此為建物內部的現況照片 此為建物內部的現況照片 此為各位相猜 文化資產價格的評估報告 請委員祥資料後副所報告內容 您請同意登入南港區昆陽街185號建物為 歷史建築 一名稱松岸療所宿舍 二種類宅地 三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85號 是歷史建築即行訂組土地 範圍之面積即行1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松岸療所宿舍本體 建號為南港區玉城段4小段1962建號 面積151.79平方公尺 建築物座落於土地為同小段294地號 面積531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5指定理由即行法令依據1 建築為獨棟一層樓日式宿舍 主入口屬陽室風格 雨冰木柱略聚article風格 建物形貌大致保留完整 據193年代之風格 據建築時之價值 建物鑑於日之時期 與對策建物應同為 周章兩所時期宿舍 且與周章兩所所宿舍 形成完整之宿舍群 據為之保存價值 3.符合意識建築 紀念建築登陸廢紙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三款明明基準 2.本案提醒本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好 參與會單的 有分一些補償意識 要請大家補償 不用了 各位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這個跟我們所長書的形成 一個完整的一個保存範圍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知道禮拜一見通過 好 謝謝各位 希望全部省下完畢 好 謝謝我們今天非常效益 今天跟省陽有一點關係的 其他建議的 因為今天省長案也有不少有關 靠住一致的挖掘或看看 再一個案子 我想應該不要太民心 或者就是緊急 目前的那個處理上 太民心的處理而已 應該未來就是我們應該台北基層那樣子 比較正式的 應該最少台北就台北城 這個上面就是官戶副長的 日領時代或近代或剛以前的 連日領的遺址都有 應該那邊台北舊塵那邊 至少就是考古的話就有 5米前5米的格子 或者太小的話就10米或20米也可以 到底我們今天討論的那個位置 哪一個格子的哪一個部分 應該要清楚 這樣的地圖我希望做出來未來 好 一步一步做出來 我想這個比較以後更整體的了解 可以了解嗎 我再講一下 這個題目的部分以後 我們應該徹底要做一個調查 那個應該要做 好 謝謝 各位 我也請在參議 謝謝